炒面大家都爱吃吧 学会这个做法都可以出去摆摊了 今儿就教你炒面的正确做法 炒上一道盘就够家里三四口人吃了 咱们先准备一小把油麦菜 切成长一些的段 切好后装入盘中 胡萝卜准备一半 将它切成均匀的丝 切好后装入盘中带用 再来准备五毛钱的绿豆芽 洗净后装入盘中带用 洋葱准备半个切成均匀的丝 切好后装入盘中 火腿肠准备一个大鞋切成片 切好装入盘中 接下来准备两个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搅散 放到一旁带用 下一步锅中烧水 准备一把碱性面条下入锅中 这样的面条吃起来非常有筋道 而且不易成坨 不易粘连 下入锅中后轻轻的搅拌 水开后来上一碗清水 煮至八成熟 煮至没有用心就可以了 然后把面条下入冷水中 这样会保持面条的筋性 头凉以后滤出水分 再把面条倒入另一个大碗中 倒入少许食用油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样的面条就不容易粘连了 接下来体锅烧油 下入鸡蛋液 把鸡蛋炒至成熟 鸡蛋炒至成熟 鸡蛋炒成小块 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锅中再倒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下胡萝卜和洋葱 把洋葱和胡萝卜炒至炖生 炒至断生后下入豆芽 开始大火翻炒 把豆芽炒至断生 炒好以后下入火腿肠 面条 再下入鸡蛋 翻炒两下 翻炒均匀 开始调味 加适量盐 适量味鸡鲜酱油 还有适量老抽 调颜色 接下来呢 给它大火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 下入蒜沫 辣椒面 还有孜然粉 最后下入油麦菜 开始不停的翻炒 把油麦菜炒至断生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炒至断生后 顺着锅边 淋入陈醋 蒸香提味 再翻炒个三五下 就可以出锅 双盘了 人人爱吃的炒面 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炒面 不粘锅 不成坨 加入了多种配菜 也是非常的营养 满分一百的话 你可以给这道炒面 打几分呢 点击我的头像 还能看见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杨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